警方道場已經有目擊者在一旁警戒 因為路邊車輛的駕駛座 車門打開一名男子醉倒車上 半個身子還露在外頭 擔心稍早有酒駕情勢 你剛剛車門剛打開的 好啦不要再倒了 好啦好啦 你身不認知要幾號 09181 這是手機號碼 警方叫了好久 駕駛終於有了回應 但面對詢問 卻答非所問 這起最老車上的情況 凌晨一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市古山區的一處路邊 由於黃信男子連話都講不清楚 警方只好將他帶回偵辦 結果警方調閱監視器 真的看到他稍早前 跟朋友一起搭著小黃 回到住家附近 總算真相大白 而另外在屏東離港 也發生男子 躺在大街上 不省人事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攤坐在地上的男子 面對警方詢問 搖搖晃晃 卻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好不容易站起身子 情況仍然沒有好轉 原來警方以為 晚上八點多 躺在大街上的林姓男子酒駕 但經過盤查 出了一旁不見交通工具 身上也沒有酒味 發現他身上沒有酒龍酒味 但卻有精神不激 無法正常對達之狀況 原來林姓男子有睡眠障礙 吃了安眠藥 疑似夢遊 趴趴趴 才會躺在大街上 還好幸運遇到路人報警 才能及時發現 而兩起案子 雖然都是烏龍酒駕 但在路人及警方協助下 幸運沒發生意外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